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宜光苏出演一个综艺节目后 抢下了历代机的大货 4月23号,TBN新剧《Sarimjai Shopping》梦中男女主宜光苏与草莲出演了《努浪图游营》 而在进行天一小段电视剧《原生代》后猜出剧名的游戏时 现场流出了宜光苏的女友宜森林主演的韩剧《水根图西游家》中 宜森林本人唱的电视剧《原生代》 宜光苏觉得这首歌很熟悉 但是说成《大亚就是当》始终都没有猜对剧名 结果又新东友猜对了 就算只是《水根图西游家》的《原生代》也要求饶 甚至还是以曾面唱的QQ 不是两三年前,是最近的作品 狂苏啊不送你了 真的要下跪了QQ 不过狂苏不只是错了那个 连自己出演的两部戏也猜错了 狂苏你还活着的话 就跟刘大神报告一下吧 那全国民众才能知道你还活着 下一个消息是 最近在韩国很流行一种叫做Karopis的首饰 就是将V反过来的这个首饰 很多爱豆们都在做 甚至连奇色金也在做 但是因为也是有很多爱豆们都不知道Karopis是什么 所以在直播的时候 粉丝们都会要求自己的爱豆做Karopis 而前一阵子 头部一直成员牛在直播的时候 也被粉丝们要求做了Karopis首饰 当时牛不知道Karopis是什么 所以工作人员就发短信告诉了他 但是牛却以自己的方式误解了这个内容 后来在与成员们直播的时候 牛想要证明 误解工作人员的短信内容不是自己的错 就将短信内容读给不知道什么叫Karopis的成员们了 没有打开 我只能插开 我会给你 我不是猜择 我择打开 我择打开 是这样吗 我择打开 你择打开 我择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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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很像天安的烏蛛索娘Yodum 前幾天Yodum上傳的自拍照 因為很像天安而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大家覺得像嗎? 然後在前幾天我看到了這樣的留言 你是否知道最大的安全同款 只要去lere油帶 或者旅行大片 很多很多人 我來看一下 他們與盡路的閒可 也記得受騙大片 給人 Gene.魚 這次雙方的柒 dizendo 感谢观看